天外世界的发售日与其第一个DLC的发售日相隔了11个月 这不禁会让人感到疑惑 因为这段时间真的太长了 以至于我都差不多快忘了这款黑药石出品的科幻RPG游戏的大概内容了 但《哥尔宫危机》有着相当丰富的冒险内容 需要花上大概8个小时才能完成全部内容 这也为玩家们再次开启太空冒险 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 就游戏的实际体验来说 这并不能算是一个充满野心的拓展 但它确实可以被归类为多多益善的那种游戏 在游戏最开始的那一个小时里 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秘密就攥在一只断臂的手里 不久之后 故事就会收到太空人之选公司及其背后的肮脏药物研究计划 游戏中的任务主要发生在山川众多的工业行星戈尔宫上 同时也会要求你前往星系中其他的星球去执行任务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不让玩家觉得这个DLC的内容很单调 整个游戏的故事并不神秘 它更像是一系列的拓展任务 你要先找到那个设施首席科学家的日记 这时不用经过你的侦查 那个一路暗中跟踪你的神秘人物自己就会现身 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 其中有几个角色也挺有趣的 比如雇你来完成这份工的神秘女继权人 明娜·安布罗斯 而且她还穿上了一些有趣的私家侦探的衣服 虽然游戏最后揭示真相的时候 我并没有感到很震惊 但游戏中有个相当巧妙的转折 确实能使玩家印象更为深刻 在游戏的最后 你还需要做出一个黑钥匙游戏中标志性的道德决定 虽然这并不会对故事造成任何影响 正如前文所言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但就和天外世界其他故事一样 它大多以黑色讽刺的基调呈现给各位玩家 但你的同伴角色对待你所揭发的暴行 还是有着相当高的严肃性 这与故事其他部分严肃喜剧一样的内容 并不是很协调 但这确实给游戏增添了一股压力 比如当你看到那种类似于纳粹分子一样的怪物时 你会考虑要不要把它们解决掉 我大部分的时间是把帕尔瓦蒂和尼奥卡带在身边 实际上每一个同伴都有着完整的配音 这使得戈尔宫危机在配音 人物塑造方面都达到了游戏本体那样的水准 与此同时 游戏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文字需要玩家阅读 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太多了 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公私不法行为的有趣故事 但如果你想知道完整的故事 那你能从这些文字中知道很多信息 由于游戏中的环境存在着大量的细节 所以探索部分也是相当有趣的 为了配合戈尔宫星球中制药研究室的场景 你能在游戏场景中找到大量的药剂 到处都是成队的注射器 其实我个人感觉有点失望 因为游戏的场景设定是在药物试验室中 所以当我遇到敌人时 我基本都不用担心自己身上的药物储备 和天外世界本体相比 游戏并没有在战斗中添加许多新的内容 你会和截略者 还有和截略者没多大区别的试验体 以及太空海盗 也和他们的截略者差不多 还有机器人和野生动物战斗 戈尔宫危机在这方面和本体差不多 虽然我确实发现了几件独特的武器 我花了大约8小时完成的主线任务 以及两个较大系列的支线任务 这些支线任务 大部分是一系列有趣且不复杂的取物任务 游戏的内容可以算得上是丰富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天外世界的玩家 这个拓展包将整个游戏的时长 延长到了40个小时左右 这也使得这款相对精简的RPG游戏 丰满了不少 天外世界戈尔宫危机 在游戏现有的机制上 并没有太多的创新 因为它没有引入任何新的想法 来改变玩家的游戏体验 但它确实带着没朴号的船员 开启了一段充足却有趣的侦探故事之旅